傍元凯先生是著名作曲家、音樂教育家 先任廈門大學藝術研究所所長 廈門愛樂樂團藝術部門 廈門演藝學會部門 他的炎黃風琴、中國民歌主題 二十四首管弦樂曲 由王石均指揮天津交響樂團 在天津音樂廳首演 這部由天照故事、雲綠素描 《黃土悲歡》、《阿蜀山歌》、《江南雨姿》 和《太康春秋》六個組曲 二十四四首樂曲組成的交響音樂會 以快智人口的民歌旋律 和絢麗多彩的管弦院色彩 向聽眾展示了一幅幅栩栩無聲的 漢族文明的生活畫卷 今天為大家演奏的是 鮑元凯先生將這首管弦院作品 改編成鋼琴獨奏作品中的兩首樂曲 莫名其咖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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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